今天节目即将开始了 别忘了 留言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瑞涵都会在理财最前线 跟大家互动哦 爱你哦 欢迎收看理财最前线 今天礼拜四 明天礼拜五咯 礼拜五的明天就是中秋节 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但月饼不要吃太多了呢 今天的节目呢 是股息再投入的单元 已经来到了第二集 还记得第一集我们说什么吗 领到了息再投入买股票 那么今天第二集教大家 领到了息再投入买ETF 跟话说回来 由股ETF 债ETF您该如何搭配呢 有人告诉瑞涵姐说 我就喜欢债 那么请问 如果买债 债ETF跟海外债 到底如何配置 又适合谁 在今天为您邀请到 元大证券副理 简千语来到了现场 千语你好 瑞涵姐好大家好 所以千语问一下了 领到了股息 如果要再投入买ETF 那么策略该如何引你呢 因为我们领到的股息 想要再投入ETF 那这一些投资人呢 其实最重视的就是股息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会环绕在配息型的ETF 去跟各位观众做解说 那以现在目前的一个时间点呢 我觉得其实股债双搭是最棒的投资 那我们在挑选配息型ETF 股债双搭的策略 我们其实要很注重三点 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挑选配息型的ETF 或投资等级债的ETF 那这样才有配息嘛 那投资等级债的ETF 如果之前有看过瑞涵姐的节目 那我们都知道说 一个A或是三个B以上的信用平等 才是投资等级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 这一些ETF每天的成交量 那我会比较建议就是我们不要去交易 每天成交低于100帐以下的 那资产规模的部分呢 也建议选择大于10亿以上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的成交量太小 那你就会有流动性的风险 那如果你的规模太小 那你就会又面临到清算的风险 换句话说 领到了息再投入买ETF 依循这三大策略嘛 好 千云来请上来 请问一下 所以你这个三大策略是 最好同步都要有嘛 对不对 就是资产规模 哦还有一个折亿价 折亿价这什么意思呢 折亿价的意思是 其实我们的ETF是 本质是基金 那所以它在投信那一边 会有一个净值 那来一个白板 让白板千云把它画清楚 来净值 好 在投信公司呢 那我们会有一个净值 对 好 那基金证券画之后 我们会挂到盘面上去交易 那就是次级市场 那我们到了次级市场 我们就会有一个市价 没错 那我们今天啊 如果市价大于净值的话 这个叫做益价 过度的益价等于你买贵了 那你就不要去追价 通常超过多少就都贵呢 其实一%我觉得就 就不要再去追了 对 就不追了 那如果 那好 那如果倒过来 净值比市价大 那其实这个就是折价 可是折价来讲 很多人会以为说 那我去市价现在很便宜啊 我赶快去多买一些 可是其实折价的部分 你也要小心 会有那么严重的折价 很可能就是流动性的问题 好 把它清掉之后呢 三个条件 明白之后试散 那我们如果想要买股跟债 都有配息的ETF 试散到底情况如何呢 好 那投资人一般都会 去纳闷说 那我领到了这些股息 我把它转投入ETF 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那我们这边做一个假设 假设连续10年 那每年我们都是固定 领10万的股息 那代表什么 我们这个10万的股息 我们就是滚入在投资 情境一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 我今天我领到了 这个利息 我很开心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我怕它有波动 因为这一些是我 未来要存起来的老本 所以我把它拿去银行 即放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定存10年 以目前的定存利率 大概是1.5% 那公式我把它写在这边 10万1.5% 我们今年领到了10万块 把它存进银行 那明年我再把这个股息 加起来 然后再加第二年的股息 复利 那我就再去把它滚进去 再存 连续存了10年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大约我们的市值 会变成108.6万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 领了10年的10万 就100万嘛 那我赚了8.6万 那方定存呢 其实基本上 不会有额外的资本利得 可是呢 放在银行定存储蓄 固然是个美得 息就是太少了啦 对不对 对 那10年 因为这是本嘛 这是年息 对 因为放了10年 所以到最后 你的息是8.6万 对 我真的觉得还是有点少 10年8.6万 那应该要用情境二咯 对 所以情境二才是我们最care 也是最重点的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ETF 大部分都会有4% 5% 4到5%的股息资历率 对 股息资历率 对 那我们就用5%来做一个举例 年华配息率5%的ETF 我一样每年领到这10万块 我就是滚进去再买同一档的ETF 好 那我这样子10万复利了10年5% 那我复利下来的效果会变成125.7万 比这个多很多 对啊 是 所以5%跟1.5% 你再加上复利的效果 会发现多很多 但是呢 有一个前提 投资人一定会疑惑说 我现在假设一档ETF 我现在是30块 股价会上上下下的啊 对 我如果都没动 从头到尾都30块 我都没有动 我每年零5% 这样我才会有125.7万啊 对 就是这一栏 股价都维持不动 10年都不动 那有calling的事情 对 所以如果股价涨了或跌了呢 那红色的这一条线就是 假设这一档ETF 它都一直在30块以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你如果大于30块的话 那其实我们买到的单位数 会比较少 对 因为领的席都是一样的嘛 对 一年领10万嘛 价格买比较高 对啊 价格比较贵 我当然买到的单位数就变少了 对 对 那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30块为此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是领到 一直存进去 买的股数是41926股 对 可是如果股价高的话呢 那我就会买到比较少 38335 那我们很幸运 我们在第10年的时候 我们收在34块 等于说我进场30块 现在34块 那38335去乘以34 你现在的账面金额 就有130.3万哦 那很不错耶 很不错 比这个高耶 所以提醒您哦 现在呢 如果领到了席 要去布局ETF 股或债的部分呢 都是要有配席的 这三大原则 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有些人会用日安解说 今年不是债的投资流行年吗 所以呢 你只想买债的相关商品 请问一下千语啊 如果债券ETF跟海外债 我们该如何挑选呢 好债券ETF跟海外债 到底要怎么挑选 我们这边把它拆分成两个区块 第一就是债券ETF 跟海外公司债 他们的投资管道不一样 像债券的ETF 其实我只要有一个证券的账户 那我就可以去做一个投资 证券的账户 因为它就是在盘面交易嘛 那海外债的部分的话 会比较特别一点 它是要透过银行的信托 或是证券的付委托 那付委托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把这笔钱 委托给证券公司 去国外买单一的公司债 大概是这个概念 因为你重复在委托给证券 它再去买嘛 OK 对对 好 那再来呢 配息的方式和金额 两个也不一样 债券型ETF的配息是不固定的 那目前啊 现在比较多的配息的方法都是 继配跟年配 继配跟年配 那海外公司债呢 它很特别 大概都半年配一次 而且配息是固定的 你在买的时候白纸黑字 它上面就写得清清楚楚 它要给你多少利息 所以债券ETF 它的配息方式 年配或计配金额 未必固定 未必固定的 到期日呢 债券啊 ETF 它没有到期日 反正你买进去 它就是起起伏伏 一直在浮动 你也没有所谓的到不到期 就是看你什么时候要卖嘛 那但是呢 海外公司债很特别 海外公司债呢 它有一个特性叫做 到期返还面额 我们买这海外债 我们最害怕什么 借人家钱 最害怕人家不还钱 所以我们还是一再强调 就是我们要去买 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对 投资等级的 Triple B以上 A级以上的好公司 几乎就不太会有 违约倒债的问题了 没错 OK 好 那投资的门槛呢 就是一个别 ETF的股价下去算 如果你今天买一张 30块的ETF 那你就要交割3万多块 那海外公司债呢 它的门槛比较高一点 海外公司债一般 它的门槛是1万块美金起 才可以去做购买 大约31万32万台币 差不多 对 因为现在汇率大概32块 可是我们这边啊 其实现在很流行 小面额债 现在2000块美金 也可以投资 所以有一些小资族 如果想要透过固定的 领席的海外公司债 也是可以投资的 那投资标的的部分呢 以债券ETF来说 债券ETF 就是看那一档债券的 总类来配置 像我们看到ETF的名称 我们常常会听到 每债5年 每债20年 每债30年 那这个就是 依照年期 这是第一个总类 那第二个总类呢 就是信用平等 信用平等是用什么 我们有比如说20年的政府公债 20年的公司债 那政府公债跟公司债 一般来讲平等的就不太一样 那以信用平等来讲 还有一种很特别的 建议投资人就比较不要去碰 就是我们所谓BB加以下的平等 那个就是非投资等级债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垃圾债券 它的波动会比较大一些 其实这个大家呢 很容易看得到 那如果您仔细去看 这个挂在黑板当中的债ETF 有些的名称上面就会写 两个A或三个A的债ETF 就是呢 它是AAA AAA以上的这样一个公司 发的公司债的ETF 投资等级的就会是安全的 没错 所以要找这样一个方向 风险呢 投资任何商品其实都有风险 那以债券ETF来说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如果你今天是买非投资等级的 那它的波动 当然就很大 因为你非投资等级的债券 为什么我得用 比较高的利息去吸引你 是不是我的公司体质 比较没有那么优 然后是不是我的规模 比较小一点点 那没有办法让投资人 感到比较安心一些 所以我得用高一点的利息 来吸引你 公司没有那么优 只要给你比较高的利息 你才愿意买它的债 但是尽量不要碰 尽量不要碰 对因为我们的一个大方向 是希望引到股息之后 可以再把股力放大 那我们就让它稳稳的长大就好了 那所以我们会建议买投资等级债 那再来呢海外公司债 它的风险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投资海外公司债 我们一般是直接挑选 单一的公司 对所以跟大家报告 如果你不觉得是海外债 因为它是某某公司 发现的公司债 因此公司的评级要高 你的风险才会低 低仗了意思吗 所以确认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今天呢领导席在滚入 第一个方向就是 有配息的债ETF 加上股的ETF没错吧 没错 第二个如果你要向重的是债的领域 那么债ETF再加上海外债 但海外债的公司要细挑 对没有错 好感谢千语爸 谢谢您请回座 谢谢瑞涵姐 今天呢千语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是领到了席 滚入在做投资嘛 有这个想法 但您可不能乱投资呢 第一集我们教了 再投资的是股票市场 第二集的今天告诉大家 你可以买ETF 因此呢买ETF策略 可是有三大方向 第一个因为我是领到股席 再去买ETF 关键字keyword是席 换句话说 我领到席去买ETF 我在乎的是席 因此我再布局到了ETF 一定要有配息 所以呢不管是股或债的ETF 一一定要有配息 第二大条件要有量啊 因为你量大才会好进好出 才不会陷入到流动性的风险 买进去出不来 那不就糟糕了嘛 再加上资产规模超过了10亿以上 投信发行基金ETF 你要让这个净值 还有规模要是大的 才是有量的大前提 这是保护自己 第三个条件 刚刚说的折亿价 因为呢 初级市场有净值 次级市场有市价 太贵了 叫做溢价 溢价超过1%以上 太贵不要买 如果折价折的太低 超过1%以上 太便宜了也未必是好 所以最好在正负1%以内 折亿价1%以内 您才可以布局 这就是选配析型的ETF 你选择的三大方向 刚刚呢 已经告诉大家了 情境一 每年领10万的息 放10年 你看利息这么少 总数10年下来 本来100万的息 到最后108.6 这怎么好呢 我们当然希望 钱滚钱的复利效果 所以再布局这些的ETF 因此呢 情境二就告诉您 如果股价都没有变 到最后的股数跟账面价值 还有股价如果起来的话 您还有资本利得 账面的价值单就比较高了 可是如果股价跌呢 您也不用担心 因为你布局的股数 是在做增加的 更换如果股价跌 ETF价格跌 也比定存还来得好一些了 跟你做掌握一下了 那么第二页 如果你只在乎 也喜欢债 就是只要布局债 那该怎么看呢 债券型ETF跟海外债 这些的细项 我就不一一在赘述 最重要提醒您 任何投资都会有风险 如果是债券的ETF 一定要找那些呢 投资等级以上 或美国政府公债 这才是最优的 海外债 因为是单一公司发行的公司债 所以呢 公司的评级 一定要是投资等级 投资等级就三个B以上的哦 现在呢 其实一个AA AA AA 这些呢 这个殖利率啦 其实年化殖利率都很好的 所以A以上的更优 不要去碰高收益啦 非投资等级的 风险都会比较大咯 所以不管你喜欢债市场的这些 或者刚刚说的 股债 ETF 一样有领席的 那领到席再投入方向 已经知道了 这是ETF的投入哦 以上结论 千语正确吗 没错 好 感谢千语今天来到现场 跟大家分享 领到了股息再投入的第二集 那么下一次我们见面会在下周一哦 下周一见面跟大家聊什么 聊巴菲特 刚千语为什么讲债 因为太多人都喜欢布局债市场 连股神巴菲特最近呢 也积极大买短债 想问 为什么股神要大买短债呢 还有一点短债长债到底谁好 投资债 ETF 这家跟我们说啊 高息低波是关键 什么意思嘞